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人是先苦后甜 早年的努力给他们带来了日后的安逸和财富 这些生肖前半生受苦 后半生享受幸福 都是大气晚成 成功都是精力和时间磨练出来的 运势对一个人的事业和命运有着深远的影响 有的人生命运坎坷 一辈子很累 但有的人前半生很有福气 后半生很富裕 所以一辈子都会很幸福 很富裕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生肖吧 生肖马 属马的人 他们从来都不安于现状 也就是说 他们特别喜欢折腾自己 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即使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他们也会去寻求新的出路 所以他们在生活上还是很辛苦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都是很有福气的 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 努力一段时间后 他们会看到好的结果 他们不仅可以积累财富 还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并且一直在稳步提升 他们的发展也稳如泰山 人到中年 往往衣食无忧 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生肖马的人在生活中是比较听天由命的人 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困难 遇到多少不顺心的事 他们都愿意靠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下去 从来没有过多的抱怨 当然 如果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很容易让自己一直处于满满压力的状态 而不去改变 让自己痛苦多年 在职场上被忽视 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而到了中年 才更有机会成功 不仅自己的职业发展会越来越稳定 也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们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有绝佳的机会 他们的发展会慢慢实现 即使他们早年受苦 将来也一定会成功 生肖牛 生肖牛的人更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他们一直都是有很多好想法的人 但是因为想法多 所以思维固定不下来 往往过于浮躁 他们之所以经常在前半生受苦 让自己徘徊在成功的大门之外 就是因为他们实在无法集中精力 所以浪费了很多美好的岁月 但他们真正的成功 肯定不会来得太晚 39岁后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过去的艰辛和付出没有白费 生活和事业一下子变得顺风顺水 一定能享受到深刻而持久的祝福 不仅赚钱更快 生活也更稳定 他们有极好的人脉资源 心智和能力成熟的鼠牛人 可以在自己的事业上一鸣惊人 为自己迎来好运 他们可以如愿以偿地成功发财 生肖兔 生肖兔在生活中忠诚可靠 他们本性善良淳朴 经常做好事 有一颗善良慈悲的心 哪怕再苦 也绝不能委屈别人 因为这种无私的奉献 所以属兔的人 小时候过得并不好 很穷 不过没关系 过了这一关 他们就可以迎来人生的春天了 事业蒸蒸日上 财运扶摇直上 晚年无忧无虑 属兔的人性格开朗 意志坚强 即使年轻时 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 他们也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属兔的人结婚了 家庭的温暖坚定了他们的信心 然后他们的运气变好 并且慢慢转运了 生肖兔的家庭会很幸福美好 不缺钱 生肖虎 生肖虎天赋异禀 思维活跃 但并不是一个没有谋略和远见的人 他们不会为了一时的利益去伤害别人 而是从小就给人留下了可靠的好印象 当他们的生活好的时候 他们也会变得慈善 帮助朋友渡过难关 所以一般来说 属虎的人不会陷入困境 自身的状态也会更好 事业上也会稳步前进 后半辈子有了阅历和人脉 他们会有很好的发展 事业有成 必然会越来越有钱 虎年出生的人内心阴暗 城府很深 这和他们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他们敏感多疑的内心来自成长环境 但他们也是高智商 善于隐藏自己的情绪 对一切都有着非常敏锐的直觉 他们也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 中年以后 他们会变得更加成熟大方 丰富的人生经历 会让他们脱胎换骨 更好地呈现自己 钱自然会滚滚而来 生肖羊 生肖羊在事业上很敬业 但早年的才华无法得到赏识 他们本来都是很聪明的人 但是因为性格沉闷 不太善于与人交流 所以年轻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因为无论他们多么优秀 都无法进入大家的视野 仿佛自己就在成功的门外 好在他们过了45岁以后 运势逐渐好转 而他们之所以出名 不仅仅是因为时机已到 还因为他们足够成熟 在这个年龄 他们可以抓住更多的机会 他们的运势不断改善 过几年 他们就能赚钱 顺利完成人生任务 生肖羊天生 聪明能干 发展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他们的财富 在他们生命的前半段视频的 但在后半段 有了显著的改善 他们善于与人沟通 胆识过人 足智多谋 赚钱能力强 年龄越大 他们的力量就越强 他们不仅有钱 而且每天都很开心 很受欢迎 也很有魅力 生肖猪 生肖猪的人头脑聪明 但他们却是一个非常尽心尽力 而且很朴实的人 从来都不会用小聪明赚钱 更没有对不起别人 他们在生活中很受欢迎 会有很多支持者 所以他们的前半生 可以有大部分的好运气 但后半生活的更从容 每天都很精彩 乐观向上 身体健康 财富水平也不错 中年出生的人比较固执 但善于积累财富 却很难找到创新发展的道路 如果不接受高等教育 不出国开拓事业 他们的知识面会比较浅 自然生活格局也小 但进入中年后 属猪的人可以依靠 某项特长或技能 让自己的生活 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赚钱能力也会大大提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